8月9日至10日 来自天津、福建、广西、四川等地的原俄医疗队队员 参加与爱同行会游湖北活动 打卡世界水电名城湖北省宜昌市 前往屈原故里、三峡大坝、三峡人家等景点游玩 领略湖北的独特魅力 分享湖北意后重振的成果 9日上午 宜昌市在紫规屈原故里景区 举办了一场简短的欢迎仪式 在屈原祠 原俄医疗队员们重温了中华师祖屈原的师座 感受了独具特色的三峡遗伤地域主文化 在三峡大坝 队员们亲身体会大国重气的雄伟与震撼 一直以来都是有听说 我们的三峡大坝是一种比较期待的一种 但是当时那种环境下是没有那种机会来参观 这一次我们湖北 邀请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 然后有这么一条线路 可以经过参观我们那个三峡大坝 其实还是挺开心的 来自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郭红霞 疫情期间作为天津市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的领队 赴武钢二医院支援抗疫 他告诉记者 这是他时隔四个多月重回湖北 重回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因此当飞机离落地武汉的时间越近 他的心情就愈加激动 因为我们当时来的时候 武汉机场是空无一人 今天我三天之前我再到这的时候 确实热闹非凡 选择这条路线实际就是想来看看起源 把起源的这个精神 也是给我们的孩子们 同时想来看看三峡大坝 三峡大坝的壮观和宏大 感受我们祖国的强大 广西又将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 感染管理科主任韦中盛 是广西第一批支援武汉的医务人员 曾与武汉市第二中医医院的医务人员 并肩站椅 他说 再次来到湖北看到大家都很好 就觉得所有医务人员的努力没有白费 宇宙的环境很好景色很美 他很开心 现在跟抗疫期间的一个对比 一个天一个地 当时我们走到街上都很冷清的 没有车 没有人 一边萧条 现在 整个湖北熊雪以后 不管是荆州 还是宜山 还是武汉当地 都一败心上涌 经济的发展 现在也复苏了 人的精神状况 大家都满面的笑容 疫情期间 全国340多支原厄医疗队 4.2万余民医务人员逆向而行 帮助湖北打印疫情防控攻坚战 意后重申 湖北以爱回馈 邀请原厄医务人员重游金属大地 以上之行前 原厄医务人员已经参观考察了 武汉黄鹤楼 荆州古城墙等文化旅游景点 这三天一路走来 感受到武汉人民 对我们原厄人员的爱 我想以后我还会再来武汉 去看武汉的樱花 去游荆州大地的楚文化 和武汉人民 和湖北人民 共同度过当前这个时期 同时我们也会回到我们的家乡 把我们的亲朋好友 还有我的同学同乡 带到湖北来 叫他们共同感受 湖北人民的热情 目前湖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响应级别 由二级调整为三级 疫情防控转入常态化阶段后 持续保持无本土新增的确诊病例 疑似病例 死亡病例和新境感染的无症状感染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